他是一个让狱警都感到害怕的囚犯 也是地表唯一能够驾驭地中海的男人 曾经趁手空拳狂杀了23个人 就算戴着手铐也没人敢靠近 关押他必须用单独且最严密的牢房 这里是英国一所乌烟瘴气的监狱 关押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罪犯 有黑帮老大又杀人狂魔 但今天进来的这位却有点特别 前英格兰足球国家队队长丹尼米汉 人送外号大不列颠日向小次郎 一脚猛虎射球能直接把汽车射爆 他年少成名坐拥豪车美女 本是人身赢家却因为踢假球 导致职业生涯报废 前不久又因为酒驾加袭警被判入狱三年 这样的国家败类 一进牢房就受到犯人们的嘲笑和辱骂 很明显他接下来的牢狱生活注定不会好过 Danny先被狱警们上了一课 然后就被安排到操场上当铲屎工 结果还没上手就又被召唤到监狱黑帮老大面前 虽然第一次见 但对方看到丹尼就来气 因为之前丹尼故意输给德国队 让他亏了一大笔钱 面对老大的抱脾气 丹尼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他只想老老实实当个三好犯人 提前假释出狱 然而监狱生活远比他想象的肮脏和复杂 第二天丹尼又被点狱长叫到了办公室 点狱长是个超级足球迷 他组建了一支由狱警组成的业余球队 狱警大队长就是球队的教练 点狱长费心心思把丹尼转到自己的监狱 就是希望他能以教练的身份 帮助自己的球队晋级职业联赛 丹尼看了眼旁边的大队长 拒绝了点狱长的请求 因为就在昨天 大队长就特别警告丹尼 不要插手他的球队 然而得罪点狱长也注定没有好下场 回去后丹尼不仅挨了顿揍 还被狱警拖进了禁闭室 他很苦恼 自己只是想好好坐个牢 怎么这么多人都要整自己 丹尼正发愁着 这时迷地小黑给出了个主意 那就是组建一支由囚犯组成的足球队 跟狱警球队踢场友谊赛 即可达成点狱长的训练要求 又不会抢了队长的位置 皆大欢喜 而点狱长和大队长听后 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消息传出来 很多犯人都申请加入球队 但他们空有热情 等下了场基本没几个能行 有的人一个大小就能把球开到监狱外 也有200多斤的球犯偏要对抗地心引力 尝试倒挂金钩 丹尼只能根据之前的经验 对这些球犯进行测试 总算凑齐了几个能打的 可监狱里踢球最好的 全是黑帮老大的手下 想要跟对方借人 凭丹尼的身份根本不可能 而借不到就算了 这天黑老大还派了两个小弟来找丹尼麻烦 眼看就要闹出人命 预警突然赶到 丹尼本可以告发他们 反将黑老大一军 可丹尼却谎称是自己刮胡子刮伤了脸 并没有把两人供出来 之后老大觉得丹尼挺讲义气 终于松了口 决定把人借给他用 一波三折下 丹尼终于凑齐了人 现在唯一缺的就是门将 正好郭哥在成为杀人魔之前 是一位半职业的守门员 丹尼去牢房请郭哥出山 但守门都是郭哥玩剩下的 他根本没兴趣参赛 结果丹尼一句话就戳中了他的嗨点 全员集结后 一场特殊的魔鬼训练即将开始 英格兰流氓足球那点套路 算是被这帮球犯给彻底玩明白了 作为曾经球场上最脏的守门员 郭老师亲自上场示范 教授队员们如何犯规不被裁判发现 第一招幻影迷宗鬼 第二招大力金刚肘 除此之外还有抠鼻擎拿手 夺命锁喉手 这一套折腾下来 上来示范的小白直接学废了 队长丹尼之所以让大家学习这些下三烂的招数 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光明正大回馈预警的机会 再加上这帮球犯队员实在太弱机 一个个要球技没球技 要体能没体能 训练起来跟跳广播体操一样 反观人家预警队 技术有模有样 训练专业科学 看起来踢国足也绰绰有余 想要赢他们 但你必须出奇制胜 而且如果输了比赛 自己怕是小命难保 原来可以帮老大借人给他是有条件的 前不久老大找上典狱长 提议把这场预警和球犯的对抗赛 传成一个对外开放的赌局 然后让狱长全押预警队赢 因为囚犯队里有自己的人 他能保证绝对操控比赛 但其实老大私底下 却把钱都押给了囚犯队 打算趁机让典狱长倾家荡产 所以他威胁丹尼 这场比赛说什么也要拿下 然而这场涉及权力斗争 被裹挟的比赛注定不会太平 预警队长虽然看不上丹尼带领的囚犯队 但还是以防万一 用转移到豪华监狱为条件 引诱了其中一名囚犯 在丹尼的柜子里放置炸弹 结果一个老囚犯 在帮丹尼拿东西的时候 不幸当了替死鬼 被当场炸死 老头在监狱里得高望重 收到很多人的尊敬 爆炸案不用问也知道 肯定是预警干的 这一次丹尼默默将愤怒 转化成了力量 比赛如期而至 全体的囚犯都特别激动 这已经不只是一场普通的球赛 他们全部人都将为尊严而战 这是一场预警和囚犯之间的球赛 一开始囚犯们就使出毕生所学 先利用身体进行攻击 对方倒在地上骂骂咧咧 囚犯假装路过 趁机再狠狠踩上一脚 接着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对抗 球犯队虽然技术稍训一筹 但有前国脚丹尼坐阵 两边近踢的有来有回 甚至就连门将郭哥 都跑来对方半场真顶 可随着比赛进行 双方的肢体接触也越来越多 不停有人恶意犯规 不断有球员倒下 很快预警队有了一次 绝佳的任意球机会 球员用力一脚打中了人墙 球掉入禁区 郭哥瞬间杀星大起 然而这只是郭哥的内心小剧场 回到现实 他稳稳接住球 然后大脚一开 掀起球犯队新一轮的反攻 一几漂亮的船中来到丹尼脚下 凌空抽射大力打门 球犯队一比零领先 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紧张 郭哥更是完全忘了自己是个门将 一路盘带冲出禁区 直奔对方球门 但最后还是被拦截下来 肢体的碰撞让双方发生了群殴 比赛陷入混乱 好在上半场正好结束 双方来到中场休息的时间 面对比赛结果 点狱长大发雷霆 他全副身家都压在了预警队 训完球员后 他立刻找到丹尼 知道对方有前科 以假式的机会作为威胁 让对方再踢一次假球 故意输掉比赛 这一招果然有效 下半场开始 丹尼就进入了梦游状态 白白送了好几个进攻的机会给对方 灵魂人物没了 球犯队也越踢越差 就算是面对空门也射不进 大胖更是踢得来气 面对挑衅 他一拳揍了过去 当场就被红牌罚下 大胖狡辩 对方肯定是假摔 然后拽过来又是一拳 但谁也没想到 面对罚下一人的绝对劣势 球犯队反而越战越勇 没过几分钟 竟然再进一球 以2比0顶先 点狱长连都黑了 此时比赛只剩下不到15分钟 波哥觉得赢定了 于是在自己进去 秀起了广场舞 结果被对方球员抓住机会 迅速来了个抢断 然后立刻传中 预警队投球入网 将比分改写成2比1 而被威胁的丹尼 也很快假装受伤 下了场 因为少了两人 球犯队实在没法防守 没几分钟又被对方进了一球 比分2比2平 看着队友狼狈的样子 再看看点狱长那副 小人得志的嘴脸 从前踢假球是为了还债 但他当时根本没想到 会产生这么大影响 如今仿佛又回到了 当年的分岔路口 他反复问自己 真的还要踢假球吗 一遍一遍又一遍 丹尼终于忍不住了 这次就算老底坐穿 他也要把尊严赢回来 丹尼重新上场 火力全开 郭格也发挥杀手本色 一个凶狠的飞灯 直接报销了对方一名球员 时间只剩下一分钟 对方任意球机会 一记香蕉球直奔死角 但郭格来了个极限不救 然后把球传到中场 丹尼用脚后盔连停带过 将所有人远远甩在身后 获得了单刀门将的机会 接着他急速变相 却被门将扑倒 球缓缓滚向底线 丹尼迅速起身 在最后时刻将球停在了小禁区 这是本场比赛最后的进攻机会 面对空无一人的球门 丹尼却没有射球 而是将球传给了全队最菜的队友 球进了 中场哨声响起 球犯队以3比2的比分拿下比赛 丹尼也成为了真正的大英雄 他们中有人犯下滔天大罪 有人被判了无期徒刑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都拥有了90分钟的荣耀和自由 赛后 典狱长放下狠话 要整死丹尼 但这个举动 连预警队长都看不下去 不惜与典狱长作对 再加上黑老大的撑腰 丹尼这次肯定会平安无事 这部电影叫《监狱风波》 又名列等阵容 由盖里奇担任制片 所以刚刚在两杆大烟枪 和头蒙拐片中爆火的杰森斯坦森 和维尼琼斯实现了第三次同框 最有意思的是 片中饰演球王的维尼琼斯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名果角 整个职业生涯都在英超踢球 正儿八经的钱维尔士果角 曾创造过职业联赛 开场三秒就获得黄牌的记录 至今无人能破 在这部电影里 妥妥的本色出演 不管戏里戏外 都是一个你绝对惹不起的流氓硬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咸鱼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想看的电影可以告诉我 我讲给你听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